大家好,我是小娜 大家还记得我前几期视频中拍的那个道光年间的碑楼吗 今天呢,我带大家来一个嘉庆年间的小四合院 这个是我们这边唯一保存的非常完整的一座 据说呢,比那个碑楼时间还要早 大家先看这个门头吧 你看,上面那些花卉图案非常的精美 它那个花的寓意就是吉祥 这个门的正上方呢,挂了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匾额吧 上面写的是树德物资 大家再看我看一下它这个门框吧 它这个主体是两根大梁 下面垫的是这种圆圆的这种垫基石 还有这个门框两边呀,也很有特点 是古香古色的 上面都是这块应该是大片的牡丹花 这边这个图案也看不太清楚什么图案了 然后你看它这个雕刻呀,非常的精美 以前的这些花卉呀,图案都是非常有寓意的 还有这个门框 它也是以前的那种门框 哎呀,好重呀 这个木头非常好 这个呢,应该就是以前的一个门厅了,是吧 对,然后正前面呢,这块是一个过厅 古代就是有比较有大事的时候,就比如说娶媳妇,这个门才会打开 这个过厅的正上方呢,也有是一块相当于一块匾额吧 上面写了四个大字,旅中道合 你看它上面大梁上那些都有绘的图案,非常的精美呀 刚刚说到有正经事,大事的时候才走这个正门,才走这个过厅 平常,平时就是行走的时候都会走到这边这个门 然后走到这里了,大家再给我看一下它这个墙壁吧 你看它的这个都是嘉庆时候的那些图案 上面还有一些铁钉子,我感觉是不是好像以前的铜钱呀 这个具体什么寓意我也不太清楚啊 大家跟我到片房这边再看看吧 走到片房这边呢,你看 上面还是也是有一块匾额 但是上面的字笔已经看不清楚了 这个拱门不是很高 进来看着好壮观呀 你看这边的房子 依稀可以看到以前的那种,以前的那种繁荣啊 这个房子呢就是正儿八经嘉庆那个时候的 以下都没有动过 你看这个大门啊,它是非常重的 它上面有就是定刻的这种图案 听这个房子的主家说呢 以前就是我正对面的那座房子 这个大门的图案比这个还要好 而且那个木质也非常好 它当时可能是房子塌了要修缮 就一个整个这个大门可能十几年前吧 就卖了差不多一千多块钱 咱们来这边转圈看一下 你看到吗 进来我就看到这个这边有一个大楼梯 以前的房子呢它都会有这种楼梯 就直接通到了二楼我们这边的土花脚皮上 你看还有这些箱子都是以前的那种木质结构 包括这个栏杆上它都雕刻了有特别精美的一些图案 特别的细致 真是很佩服古人的智慧啊 还有这些柜子呀桌子呀 还有这些家里的摆设之类的 哇好看呢还有这种碗 这个是不是像以前的青花瓷碗呀 这个都好有保存价值的 而且你看这家的这个碗呢是我反正是没有见过的 对这下面下面还有落款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落款上面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这个没有第一个和第三个应该是非常好的 走吧大家再跟我出去转一圈看看 像以前他们那个时期盖房子呀 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些大叶羊 这个木头还保存的非常完整 也问了这个主家 它也有卖的意思 前几年呢也陆续有人过来看过房子 大家觉得就是我身后的这个保存的挺完整的 这个嘉庆年间的四合院现在能值多少钱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这里是农村一家人 下期我们再见